所以这边会丢过来就是这里 然后lis.v lis.v的话呢 就是内存的 这边的话有个get value 因为从取得物件这边 value 这个是return回去的值 所以基本上这里面有一个lis lis.v的话呢 基本上指的是这一个 因为在这个内存里面 我们new之后的话 new的temp之后的话 就会取得这个值 所以这个是这个 那v的话呢指的是什么 指的这边有一个 内部的一个什么 方法 方法里面有宣布区域变数 是指的这个v 所以这个v是这个 所以应该了解 最后 把这个值再return回去 所以这个值是多少 就当然是110 应该了解这个这个结构吧 所以将来如果 my value my value2的话就是加上一个 它的class名称 对不对 点lis的话 就会存取的是 这个的 然后如果lis的话指的是 我们这个内存 我认为 你不认为